大家晚安 主位菩薩拉大家晚安 我们上课前先 我们先三称佛号 然后跟念开经记 那大家一样跟着我的引导 你眼睛可以微微的闭上 然后合掌 合掌的时候 留意一下 我们合掌的时候 身体是不是端正的 是不是可以讓你的手臂跟肩膀都還是放鬆的 讓你的心收射在感覺兩掌相貼的感覺 再延伸到手臂放鬆 肩膀放鬆 如果你可以再延伸留意一下自己的下巴 是不是可以維收頭頂天 如果你的下巴一收肩頸放鬆 去感覺一下肩膀比較不會聳肩 讓我們的心去感覺一下合掌 也是可以放鬆的 稍微感覺一下 心回到合掌 能夠放鬆 小腹也放鬆 背部也放鬆 背部也放鬆 再檢查一下 下巴微收 頭頂天 肩膀放鬆 手臂 手臂放鬆 小腹 小腹 大腿 整個身體 如果有地方沒有放鬆 如果沒有放鬆 沒有放鬆 不管它 那我們的心稍微已經收到我們的身體 我們把心念集中 就好像我們就在佛的面前 一起來三稱佛號 我們一起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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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好 請放鬆 好 那其實我是蠻希望大家都可以練習 隨時心可以收射在 你的身心是合一的 那這個是很好的練習 我們法會也有很多合掌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合掌的時候呢 是可以放鬆的 大家可以去傳摩一下 像我如果有參加大悲餐啊 我都會提早來 然後我會先放鬆一下 然後沉澱一下 透過三拜佛 我們不是會先到 然後就拜三拜嗎 這三拜呢 就把心收射在拜的感覺 拜的動作上 每拜下去的時候 不要馬上急著起來 先把自己全身放鬆在拜殿上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你拜下去 然後把你緊繃的肩膀啊 或者是牙緊的搖關啊 牙關啊 就把它放鬆 全身放鬆下來 然後再慢慢的感覺 手掌慢慢的合掌 握拳翻掌 清清楚楚 所以禮佛三拜的時候 心就是什麼 把它收到此時此刻的當下 然後拜完三拜呢 問訓 就好像 我們到了這個 佛遣一樣 那我們就恭敬的 發一個願 發願說 希望這兩個小時 拜禪了 能夠 就像這個蔡經記講的 能夠願解如來真實意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有提到 人生難得 對不對 我們其實不僅僅是人生難得 能夠聽聞正法更是難得 能夠修行更是難得 難得中的難得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這一期生命 不要再等以後了 在這一期生命 我們就更靠近解脫 更靠近離苦 然後乃至於我們有能力 幫助別人離苦 那這個是 這個三拜的時候 然後發一個願 然後接著呢 我就會把 燦本拿起來 我會讀那個 裡面的小字 大家知道 其實 我自己覺得 燦回法門 給我的最大的利益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動靜交替 很好的修持 它是 如果我們 宋經坐著不動兩個小時 其實我們起來 會腰痠背痛 對不對 可是拜燦呢 它不會 它會這樣拜拜 然後又跪跪 然後又坐下來 對不對 然後齒咒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動靜交替的 非常好的一個 修持的過程 那我自己最喜歡拜 梁黃寶燦的原因 也是因為梁黃寶燦 就是動靜交替 然後它 它坐著 我們像我們大悲餐 就是坐著持奏 對不對 然後繞壇持奏 然後 梁黃寶燦的話 就是拜 然後跪 然後再來就是 坐念 是不是會 跪著送經 我們送經是跪著的 那在我們動靜交替的過程當中 心止於當下的依軌 我們的心就會漸漸安定下來 我自己覺得 懺悔法門給我最大的利益 就是慢慢的 當我們的心能夠止於依軌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安定 那我上次有提到 安定不一定是智慧 可是它比較容易跟智慧相應 大悲餐裡面的小字 它裡面有寫到 我及眾生 無始常為 三頁六根 眾罪所障 不見諸佛 不知初藥 但順生時 不知妙禮 我今雖之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雖然道理知道很多 可是我們什麼 由於眾生 同為一切 眾障 眾罪所障 那我自己在 不論是拜大悲餐 或者是在拜梁黃寶餐 那我自己 在解下的時候 第一週都是我們法師 金金拜餐的時候 我都會拜法華三昧餐 那我自己也曾經在 這個安住於依軌的 這個過程當中呢 心就慢慢慢慢安定下來 我大概拜到第三四天的時候 因為我法華三昧餐會 接著教我們要讀誦大聖經典 所以我們通常是讀什麼 法華經 對 所以我就拜 有一本餐本 然後有一本法華經 然後我就 靜靜靜靜安定下來之後呢 我拜完一部 法華三昧餐的仪軌 它跟大悲餐一樣厚 大小也差不多 差不多厚 然後拜完仪軌也差不多 然後接著就會讀誦法華經 我發現 我大概拜到第三四天的時候 我在誦法華經的時候 我突然 就坐在那裡誦著誦著的時候 整個時空都改變 就是感覺好像 整個空間就是擴大 無限的擴大 然後我感受到我看到的經典 是我以前怎麼都沒看過的 就是以前可能都有送法華經 可是怎麼會 那時候看特別的不一樣 特別的入心 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忏悔法門 是很好的羞恥 它把它安排得很好這樣子 妥妥蕩蕩的 就是動靜交替啊 你也不會腰痠背痛啊 然後等你心安定下來之後呢 它會引導你思維正見 那梁黃寶燦也是 梁黃寶燦也是從 我們要知道要止惡行善 然後到最後的 能燦所燦皆空疾 這種都是有的 它在裡面都是有的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能不能安定下來 也是一個關鍵 我常常看那個主師禪修語錄啊 我就發現啊 我們要怎麼樣才看得懂 當你跟著他 他做什麼 你跟著他做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 例如說 我以前禪訓班啊 我都出一個作業 就是請他們回去啊 禪訓班有時候是兩個小時上完 然後隔週再兩個小時 你們知道嗎 然後我就請他們回去這一週啊 三餐裡面只要有一餐 你坐下來 開始要吃飯的時候呢 你去覺察你第一口飯 咬了幾下才吞下去 然後他們一週之後回來啊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每天都有觀察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第一句話就講 第一天我完全忘了 然後他們就心有氣息 因為大家都一樣 還好有三餐啊 你很有機會 可是你就會變得什麼 很絕 很絕 絕躁 然後 我就跟他們說 然後 我第一口 覺察 我咬了幾下 吞下去的時候啊 我發現 我是咬到第十幾下的時候 邊咬就開始邊吞了 那唯有 跟著我一起練習的人 就會跟我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以心應心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修行是這樣的 我們常會覺得 怎麼學了那麼久的佛法 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 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跟我們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 我們並沒有 真的 如我們自己所想像的 那麼用 那麼用功 然後那麼的 絕躁 我們的心 很散乱 我們都知道 可是我們有沒有 發願 實踐 用什麼方法 來幫助他 絕呢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 要去反省的 像我自己不是說 禮儀環保 就是要微笑嗎 每天常常起來 找一個人微笑嗎 那 鏡子裡的你也可以啊 然後我就發現 這個禮拜呢 我每天醒來 因為我的 我其實是 我其實是一個 我禪修方法是話頭 所以我一直 一直以來 我有一個橫課 我的橫課很短 就是我醒來的第一念 要念什麼是五 就是我的話頭 什麼是五 我醒來的第一念 就我最近 我醒來的時候 就 生笑 然後我就覺得 第一 一二天 我都忘了 第三天開始 我每天醒來 都好警覺的 笑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還滿棒的 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就是 日積月累的 去 醒來的時候 就保持很清楚 乃至於你 睡著的時候 也能夠很清楚 你們相信有可能嗎 在禪修的主詩 語錄裡面很多 睡著的時候 都還很清楚 那 這個是 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那例如說 我每天早上起來 要念我的話頭 我有時候真的會忘記 然後有時候 我是早課才想起來 然後我就會在早課的時候 問我 什麼是五 這個念頭的 之前 升起之前 是什麼 就是我 我還是會補一下 就是 有時候就會看 我什麼時候才醒過來 所以我早課的時候 我一醒來的時候 迷迷糊糊 一直迷糊到早課 然後 有時候是吃早哉的時候 才會想起來 甚至於有時候是晚上 甚至於是我寫功課的時候 我才想起來 好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課程 我們今天還是會 從這個佛為何說 懺悔罪業的法門 然後接著會講 懺悔法門的目的 還有方法的分類 然後接著我們進入正確的拜禪 那 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 詹茶善惡葉報經 大家對這個有熟悉嗎 我們有辦一個詹茶禪 地藏禪 地藏法門的一些懺法 那裡面就有提到 我們來看裡面的文字 他說 监禁信菩薩也如佛先說 若我去世正法滅後 向法向盡 極入末世 如是之時 眾生浮薄 多諸衰鬧 國土碩亂 災害品期 種種惡難 不懼逼勞 我諸弟子 失其善念 為掌 貪嗔 嫉妒我滿 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眾生有種種的什麼 所謂的業障 就是所有我們想要精進 可是我們自己有內心有 不能集中啊 外援越來越多啊 對不對 我們不能跟身心合一的因緣越來越多 有沒有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多障礙固 然後於世間 初世間因果中 塑起疑惑 不能堅心專求善法 獨自眾生可明可救 世尊大慈 一切重置 怨心方便而小於之 另離以往 除諸障礙 性德增長 隨於和勝 束貨不退 然後監禁性菩薩就請法了嘛 就說我們這個世間啊 大家貪嗔痴都比較強啊 怎麼辦 然後我們都頓根掃性啊 得道者極少啊 然後信心成就者亦附甚少啊 然後修學世間禪定的越來越少啊 然後佛就說 善哉善哉 謝謝你這麼問 然後於此眾中有菩薩摩赫薩 那名曰誰 地藏 魯因以此事而請問之 彼當為魯建立方便 開始演說 成魯所願 然後這個監禁性菩薩很好玩 他就說 世尊你為什麼不跟我說 呵呵呵 而要叫地藏菩薩說呢 呵呵呵 是不是很有趣 我覺得經典有時候還蠻可愛的 就是你怎麼不跟我說呢 然後佛就說啊 魯陌生高下相 很有意思哦 像 此善男子發心以來過 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啊 生其節 久以能渡薩泊落海 功德滿足 他意思是什麼呢 薩泊落海就是佛啊 佛制 所以地藏菩薩 久以成佛 但依本願自在利固 全巧現化引現釋放 所以他是 世縣菩薩相 就跟 觀世音菩薩一樣 對不對 他本來是什麼佛 正法名如來 好 然後 他說他與 五濁二世 化意偏厚 跟我們很有緣 他就是從 這個 跟我們一樣 攬拙很重的世間 成就的 所以跟 他跟我們 什麼 很有 很有度化我們的善巧 然後 以示菩薩的本事願力 樹滿眾生一切所求 能滅眾生一切重罪 除諸障礙 現得安穎 所以 世尊 就請地藏菩薩來回答嘛 說我們這一個 娑婆世界的眾生都 根氣很比較差 然後 探針是比較重 要怎麼辦 然後就講了這一部 沾茶餐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沾茶三二葉報經 好 那我們來看後面 後面其實有一些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當我們認識 遺鬼 懺罰的遺鬼的時候 通常都是雷同的 我們來看 善男子 欲修懺罰者 你們看喔 你們大家 省思一下 你們都拜過懺 對不對 我們一起來 當住進處 隨力所能 莊嚴一世 內置佛式 及安金法 玄增翻蓋 求及香花 以修供養 澡目身體 及洗衣服 勿令臭惠 宇宙日分 在此世內 三十稱名 有沒有很熟 我們要進法會之前 要不要竖個口 我們要不要很恭敬的 要翻開這個經本的時候 有沒有很恭敬 就是把它 舉起眉問訊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 我們常說 我們很恭敬 很珍惜 來聽聞佛法 我們等一下就要翻開 佛陀的教法了 可是我們是隨隨便便 跟我們很恭敬 你們覺得一樣嗎 不一樣 所以我們 我們要知道 如果行於外的 我們都做不到 我們就不要說 我們心很恭敬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我們都會擺花呀 共果呀 對不對 你們知道嗎 我曾經看這個 這個菩薩在擺那個共犯 是多漂亮 你們知道嗎 非常漂亮 但是重點不是漂亮 是我們為什麼 我們在做這個 擺這個共果的時候 我們在擦這個 共佛的花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什麼心 是那一份 怎麼 希望 希望把這個壇場啊 那菩薩們呢 在擺那個桌巾 跟金架啊 對得整整齊齊 還拉線 你們有沒有看過 為的是什麼 就是你 一進到這個壇場的時候 眾生就被這個壇場 安定下來 你們明白嗎 當你一個壇場的 莊嚴 樹木 是從很尾系的東西開始的 桌巾 金架整齊 然後花 很對稱 莊嚴 這樣你們了解嗎 那擺的菩薩的 那一份心 擺的菩薩的那一份安定 那一種想要讓眾生 安定下來的那份祝福 都在那裡面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我們每一個人在家裡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師父說 不要求你們 大堆 你真的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就恭恭敬敬的 禮佛三拜 拿一張佛卡出來 擺著 然後非常恭敬的禮佛三拜 這樣可以嗎 一樣是莊嚴到場 然後提起那份慎重心 最基本是這樣喔 那你如果還稍微有一點能力 什麼 供杯 清水 一杯就可以了 然後再 如果還有能力 就是再準備 供果供華 這樣 然後師父還說 你們覺得師父說 單激素有沒有關係 就是兩盆啊 或一盆啊 有沒有關係 沒有 師父說沒有關係 重點是你的誠意 重點是你不值得那一份用心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喔 接著就開始禮佛了 一心禮佛 是不是儀鬼大概都是這樣 然後接著如是禮佛以 應當說所作罪 一開始呢 大概我們所有的燦文 都會引導我們喔 來看我們 我們是不是有做的什麼過失 這樣你們理解嗎 所以 呃 忏悔法門裡面的 遺鬼的經文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梁黃寶燦的時候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反覆看梁黃寶燦的燦文 因為我們跟著法師送的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你 你是修定 沒有在解這個經 對不對 修定也是很重要的啊 我不是說安定比較容易跟智慧相應嗎 對 所以安定還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你還是要盡量能夠去看這個經 盡量的安住在看這個經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我是通常在喝水洗手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看 那我 我一直水路我都在禪潭 就是打坐的那一潭 然後我們送的是六組潭經 我以前啊 就是從我公告說我在禪潭開始 我就會開始每天送六組潭經 每天送每天送每天送 然後我每天都會送一支箱的經 我們一支箱其實只有幾品而已 然後我每天這樣送送送送 我後來發現等到水路法會正式開始的時候 我送的經已經非常熟悉了 熟悉到我可以在法會時候隨文入管 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個我覺得是點滴的一個 你前面沒有一直送 你很難在那個時候那麼熟到你可以隨文入管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體會 所以我以前例如說我答應來梁黃開示 我就會從答應的那一刻開始 每天看梁黃寶燦 就是我的橫刻通常是這樣子 我就會每天看我即將要講的那個佛法的經 或燦 好 那接著你們來看 唯願十方諸佛大慈 正知互念 我今懺悔不復更兆 所以懺悔最大的重點 就是在佛前發誓說 好的要做 壞的不要做 有沒有發現 真正的這個懺悔的利益 還是在於我們這個修行的個體 你要改變 然後接著你看 他會引導我們 復因思維如是最幸 有沒有看到幸 從虛妄顛倒心起 無有定時而可得者 本為空極 我們通常以鬼這樣跟著跑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一句 不一定看得到 這樣大家理解嗎 我們再來複習 心跟著我讀 每一法都不是實法 這才是真正是法的實相 每一法都有它的範圍和特性 卻經常是在變化的 是無常的 此即一切法的共通性 才是真實法 每一法的實相是甚麼 就是無相並不是沒有相 而是甚麼 沒有不變的相 佛所說的自性 法性 佛性 指的就是甚麼 空性 我們眾生呈現種種現象 對不對 人的這個果爆體 是不是一個現象 我們常常說果爆體 果爆體是果 對不對 是一個現象 我們家最常出現的是甚麼 螞蟻 對不對 螞蟻跟我們相貌 是不是都不一樣 果爆的現象不一樣 可是我們的法性 都是空的 一切現象本具空的特性 現象變 而空性永遠不會改變 為什麼 我們說法性 不生不滅 因為呢 不論我們呈現甚麼樣的樣貌 我們的空性 大家還記得三個特質嗎 我們的空性就是 我們都是無常的 對不對 我們跟螞蟻是不是都是無常的 我們會不會獨存於這個世間 不受其他因素影響 不會 我們會不會實實在在的 永遠是螞蟻 不會 這樣大家懂嗎 所以 這一個空的特性 它從未滅去 不會因為你是螞蟻的時候 以後就滅去沒有空性不可能 它從未滅去 所以你何以說它生 所以我們稱之它為不生不滅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它從未滅去何以說它生 這是師父在心經的解釋 你們如果有很疑惑的話 就去找那個心經殘劫 心經心事 是不是有這本書 師父有三次講心經的講記 裡面有在講 不生不滅的那一個章節拿出來看 心經是不是常講 不生不滅 滅不夠不盡 有沒有 你們去看師父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這一個特性從未滅去 所以無法說它生 有沒有佛說 這個世間都是這樣運作的 都是空 有依空力 為什麼我們加一個因緣進去 就會緣起不同的現象呢 因為空 如果沒有空的特性 加一個因緣怎麼會改變 這樣大家了解嗎 所以空是不是沒有現象 來師父說什麼 無像就是空 並不是沒有像 而是什麼 沒有不變的像 所以呢 我們雖然有很多眾生造了惡業 它現在造的這件事情是錯的 惡業 可是這個眾生會不會永遠沒救 不會 所以為什麼諸佛菩薩 對於眾生緣起種種的惡相 他不會去看這個眾生的錯處 他會去看這個眾生的難處 你們難不難 想好好做人 想不要罵人 想廣結善緣 你們難不難 難 我們每一個人都難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難的點不一樣 有的眾生就是什麼 比較計較 有的眾生就是比較不發心 有的眾生就是很稱心 有的眾生就是很錯解 可是諸佛菩薩不會盯著眾生的錯處 他會看到眾生難啊 眾生都可以改變啊 所以眾生不會固定不變這麼壞 不會不受其他因素影響 不會實實在在一直這麼壞 所以他們會發下用盡一生之力 為眾生創造善因緣 讓他們止惡向善 所以諸佛菩薩大修行人會發下這樣的誓願 不畏自身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 因為他們著眼在眾生的什麼 空性上 再壞的眾生 都有佛性 大家還記得師父說 佛性 法性就是什麼 空性 可以嗎 所以當你 著眼在眾生的難處 你知道眾生 沒有實在在的壞的性 但是他做錯時 我們是不是這樣 我們看自己是這樣 要看眾生也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著眼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也會發下悲願 我們也會發下善願 可以嗎 因為其實佛法就是講這個 從很多角度都在講這樣子一件事情 這樣了解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勸人行善 因為我們看到他要遭受極惡果報啊 我們捨不得啊 其實我很感恩我有因緣講課 因為我每次講課的時候 我都會再思維一遍 然後我內心的願就會越來越深刻 越來越深刻 我常常忘記 我常常日子過得也不錯 但是因為我每次一講的時候 我都會很捨不得 我真的捨不得 所以我就會 我很感恩能夠來上課 然後我也很感恩我在生大 因為我在生大我看到一群很想修行的人 可是他們很難不難 很難 他們半個自覺癮有沒有 就意見不合 然後就怎麼樣 苦了 大家了解嗎 我內心啊 其實我有時候啊 他們在跟我 他們在起煩惱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發現 我會失去耐心 我就會覺得說 不是都跟你講過了嗎 然後我馬上就會反省 我馬上就會反省說 我怎麼這麼沒有耐心 如果我的師父也覺得 算了算了 這些人啊 沒救了 就那個水月道場啊 不用去啊 不用去啊 法谷山 啊 不用啊 不用啊 那我們在哪兒 我們能不能有姻緣 就是去金寶山的時候 看見法谷山 真的 我有時候這樣想一想啊 每次上課上完 我自己都覺得說 對 我要永遠互持 弘揚佛法的一切 就是我永遠都不要放棄 我那麼沒有耐心 我就要挑 我就要挑 我要永遠有耐心 因為 我們啊 我們是具足了很多很多福報才到這邊的 我們要不要去幫助他們也具足這些福報 要 要 真的要 真的內心那個懇切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這個法意就到這邊 我們來看回到這個經文 所以呢 每一個懺法的內文啊 其實都引用了很多經典 經典其實都會跟我們談這個 可是通常啊 我們就是唱頌對不對 如果有這個用唱頌就 就唱過去了 這樣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嗎 可是呢 但凡你很努力的一直來聽法 然後你每天都會花點時間讀經 會不會越來越深刻 會 你們相信我們 因為 我以前啊 就是當禪談 我前幾年是維諾 然後 後幾年都是奸相 然後呢 我當維諾的時候我就很緊張了 我就每天這樣讀嘛 每天都要送一支香啊 然後我送第一次的時候 坑坑巴巴 一直打結 然後呢 等到我送到 第 第 第 就是那一本六祖禪經送到第三遍的時候 非常流暢 非常流暢 流暢還不夠啊 還不夠啊 送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就水流法會正式開始的時候 我是朗朗分明 真的是朗朗分明 這種體驗你們沒有走過的話 你們是很難去體會的 所以為什麼修持的方法有一直勸我們呢 師父說 要配合我們的生活環境 選定拜佛 敬坐 誦經念佛 和懺悔的 選定一兩種 作為日常的狠客 所有的法門就是這樣啦 你如果沒有日積月累 怎麼會 沒有因跟緣 怎麼會有果 果就是 跟法意越來越靠近 這個是我們想要的果對不對 沒有前面的因跟緣 修持法門 怎麼會有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懺悔法門就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理解嗎 你看不外乎就是這樣嘛 拜 打坐 誦經 念佛 打坐不是人人喜歡 對不對 可是 你能不能在 拜佛 當中 修定 你能不能在 誦經 當中 修定 都是能的 這樣可以嗎 重點是心要安定下來 然後比較容易跟法相應 那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要有福報 你們想 你明天要深信 師父說 福報夠的人 智慧才會開 我以前啊 就是 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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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到那個 真的是過了就忘 過了就忘 然後我剛出家的前六年啊 就是睡眠蓋很重 睡眠蓋很重 然後 我就一直記得師父講 師父那時候教我們出家啊 最常教我們的就是 要多賠福 那師父的賠福 是這樣解釋的 師父說 我這邊教你們的苦恨啊 不是讓你是自討苦吃 是別人不做的 我來 就是修苦恨 就是修 就是賠福 別人不做的 我來 然後 這個我一直記在心裡面 然後我 我一直記得師父說 如果啊 我們讀經啊 都讀一讀就忘了 然後跟法都不相應 然後脾氣 學佛學佛 脾氣還是很差 我們就要常常知道 我們一定要 我們智慧沒有開 你們相信嗎 智慧沒有開 以前我有一個 我在梁皇的時候講過 就我有一個師兄弟啊 他就是為了他的一個年輕 就往生的朋友 然後去送 他就往生的49天之間 他就每天幫他送一部低掌鏡 他就為了他這個往生的朋友 每天送 然後他就每天送 很老實的這樣送送送 送到 有一天他突然就來跟我講說 哇 我有一個感應 然後他就講給我聽 他說 我以前啊 就很容易起撐心 人家講什麼 我都覺得很刺耳 然後很討厭 然後他在那個49天的過程當中啊 有好像那個罩著 一個罩著他的蓋子掉了 他聽什麼 人都很順耳 然後呢 心都是很光明的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 真的 我真的覺得說 我這個很不可思議 然後 可是呢 他後來49天過後 就沒送了 然後呢 他沒送以後呢 他又很煩惱嘛 然後我就 我就每次看到他很煩惱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地藏金送了沒 你們 好 就是真的是一個體會啦 就是我覺得福報不夠 智慧不會開 如果你常常覺得 你智慧力不夠的時候啊 你就要多賠福 福報夠了 智慧就會開 這個是我真的相信的 我也深有體會 我自己在第六年過後啊 我前六年就是常 就是覺得智慧力不夠 然後就常 陪福 然後常拜佛 懺悔 然後 就是學模仿師父修行嘛 師父不是都這樣修行嗎 然後我就模仿他 然後 到了第六年的時候 我有一次 打一個話頭期 然後 在那個 話頭期的 前一個節下 我是拜法華三妹禪 然後我在拜法華三妹禪的時候 我在送法華禁的時候 我有進入到 定境當中的體驗 然後我 接著我就去打了一個話頭期 然後打了那個話頭期之後呢 我 那 因為我很想 我從小 就有一個生命的疑問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來 我們來 這世間是為什麼 我從小就有這個疑問 我很小很小 國小的時候 然後就坐在沙發上 然後問我媽媽說 你不覺得當人很苦 你幫我生下來幹嘛 然後我媽媽就三條線 他不跟我對話 他只 他只要罵我說 孩子人在想那麼多 大家都不是這樣 大家不都這樣活嗎 然後我 沒有跟我對話 可是這個疑問 是我從小就一直有的 然後我打那個話頭期的時候 師父說 要那句話頭告訴你 然後我就 我超想知道 我就 我就非常想知道 我就要那個話頭告訴我 我就追著那個話的頭 一句話未生之前是什麼 我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然後 我印象中 那一個話頭期 我 我可以 幾乎可以 不吃不睡 就是我中午也不用睡午覺 然後我就一直在 一直來念我的話頭 然後 晚上呢 兩三點我就醒過來 然後就繼續參堂用功 然後 我在那個期結束的時候呢 我 感覺到 身心世界都有點改變 甚至於我回到雲來市啊 我在吃自助餐的時候啊 我就發現 我的味覺改變 身體變輕 然後我吃什麼 都覺得是天上的美食 就是 我是很挑食的人 可是我那時候身心有一些改變 然後可是 這都不是我最重要的體會 我最重要的體會是 我們這個好的定徑會不會消散 會 我就身體慢慢變粗 然後我的味覺慢慢變粗 然後變得又變得挑食 然後身體也慢慢變粗 然後 我已經回到雲來市 離開殘堂了嘛 回到雲來市 可是 我還是一直很想抓住 眾生不是這樣 就很想 你喜歡的 想要貪戀對不對 然後我發現 我在那個 相對安定的身心裡面 我發現 不可能 過了 就是過了 那一個定徑是 因緣合合而成 一個因緣改變 就離散 所以不可能 抓住你任何你想要的 所以 那個時候我體會到了 因無所住 因為住 因為住不了 那個體會 不再是 書本上的 而是我由衷的 理解 因無所住 沒有什麼你可以抓住的 然後 這個才是我最深的體會 因為我覺得 定 共外道 很多外道的定力很好 你們相信嗎 可是法五三要帶領我們的 是無我 是無相 是無處 是我們對苦空 無我無常的 體認 是智慧 這樣大家了解 所以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拜禪 那當然 我自己覺得前面 因為我都是 靠那個 護持 良皇寶燦 修福修慧 就是我都會 積極爭取 去護持 良皇寶燦 然後 我自己也拜 法華三妹禪 然後 任何的法會 我都會積極的去爭取 就是說 我我我 因為我不能 不能當委訟 我聲音太低了 我一舉 沒有人可以唱 然後 結果 我就是任何法器 我都願意 我就說我我我我 我就 練 因為我其實法器也不太好 但我就練 我就想要去護持 護持這個 大眾修行 我就是很想護持 然後我就去 支援所有的法會 然後我自己也 修法華三妹禪 平常我常念話頭 然後我進到禪堂 那一次體驗之後 我再有隔幾個月的結下 我夢到 我夢到 我這裡有流膿 然後我頭上有很多釘子掉了 然後從那一刻以後 我就 我的睡眠蓋就過去了 就是我 我再也睡不著 晚上睡得著 就是我不會在聽經的時候睡著 我不會在聽法的時候睡著 然後我聽法 我也覺得我比較聽得進去 我也比較能夠 我一看經文也比較容易入行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障礙是有的 你們相信嗎 對 就是我們會有很多障礙 是你要靠修復 到一定的一個程度 然後入止觀 發揮 那這個是我自己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 Brillique commencé 我 我想 我 那我就 微不知道 рук 那個 ERO 一 是 我們 簡 晚 嘍